大家好,我是莉莉 今天要出门办点事 顺便到附近的商场逛一逛 首先就来到Shoppers 我准备在这里买一些护肤品 Shoppers的美容化妆用品 品种繁多,价钱适中,值得一看 它有专柜,也有大众化的护肤品 专柜卖的美容护肤品通常比较贵 一百多元加币,比较适合年轻一些的女孩子 普通货架上的护肤品就比较便宜 通常四五十块钱一瓶 比较适合大多数人 像这些玉兰油,欧莱雅 还有其他的这些英文牌子 我也不知道中文叫什么 都属于大众化的护肤品 从我使用的经验来看 这些大众化的品牌,质量也不错 就是感觉有点干,要配合百洛油来使用 比较适合西方人的皮肤 总的来讲,我觉得加拿大的护肤美容用品 还是价钱便宜,品质好 如果你有机会来旅游,不妨买一件试试 Costco的东西,品质好,价钱适中 深受中产家庭的欢迎 就是分量比较大,停车位难找 这个蓝莓斯康饼比较适合中国人的口味 做早餐挺好的 这个7块9毛9的新鲜出炉的烤拳机 是Costco的招牌 如果家里人比较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间西贡面包 店面不大,顾客却很多 主要就是卖这些越南面包 新鲜出炉,味道又有层次感 所以附近工作的人,当午餐吃还是不错的 这间店也是一家西人超市 除了有肉类,蔬菜之外 门口还有很多鲜花和菜苗出售 开在居民区还是很方便的 这里的鲜花买回家都是插花瓶的 所以只做了一个简单的包装 从几元钱一杂到一二十元一杂的都有 这是农场培育的各种蔬菜苗 2块1毛9一份 加拿大的房屋通常都带有前后花园 所以家庭祖父就喜欢在这里买一些现成的蔬菜小苗 种到自己家的花园里 既能观赏又能当菜吃 一举两得 有时候养花种菜 只是一种休闲的生活方式 对大家的身心健康比较好 释放压力 不用追求多么专业 只要自己能参与其中 体会其中的酸甜苦辣 就是一种乐趣 一种生活 好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